但我们今天来说一下长期关注的印度西蒙迦拉帮的选举 终于是出结果了 水落石出 莫迪拉先生没有能赢 但是没有能赢之后呢 这整一场的选举啊 就从现在的选票结果和现在发生的 在民间社会上啊 包括舆论上面的声浪上面的变化 其实能透出来反映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非常有趣啊 首先呢 今天是西蒙迦拉帮的帮长 就之前跳出来骂莫迪拉先生祸国殃民的这位 火同别的啊 他现在是正必高呼 只要印度国家沿海东部地区啊 只要你不支持人民党 我们都要搞一个反人民党统一阵线 那博斥呢 这是莫迪拉先生之前啊 给全一堆人民讲的说 他做梦啊 恒河的女神 因为恒河虽然是这条河 有两个神话传说 一个传说说天上神仙打架 掉下来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里的水流出来 这是恒河 那另外一个说呢 是恒河是一个女神啊 代表了进化和重生 那莫迪拉先生就要跟民众说 恒河女神托梦给她 叫她去瓦拉纳西 迎娶胜利 瓦拉纳西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北方邦的一个城市 北方邦 我们一提到北方邦 想必我的老观众 这嘴角都咧起来 是谁啊 Yogi的领土啊 瓦拉纳西呢 又是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 北方邦它很多的宗教遗址 看这个地图上面什么 佛教寺庙 什么什么师婆精妙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 旁边建这么多庙 都在河边 能不跳电去洗澡吗 那的确这宗教崇拜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 北方邦现在的疫情 也非常非常严重 Yogi本人也得了新冠 但现在估计好 两周之前得的 他这个身体看来啊 练瑜伽练的的确是不错 得了新冠之后 没有什么后遇症 但是莫德老先生说 恒河女神给她托梦 瓦拉纳西迎娶胜利 代引全印度冲出世界 结果现在不但没赢 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民众哀嚎一片 再次重申 莫德老先 祸国殃民 号召全印度民众 反对莫德老先 那么这个其实就搞大了 因为西蒙迦拉帮 现在的执政党 跟草根 国大党 大家都是比较支持 世俗主义的 所以这帮长就说了 这次胜利 属于所有卡拉拉帮的人民 当然了 他这个是在 已经庆祝了西蒙迦拉帮 打败了印人党 之后再说了 因为卡拉拉帮 也举行了选举 和泰米尔纳拉帮 结果都是印人党 没有能够获胜 他们执行这个野心 包括莫德老先和 悠基南下去 泰米尔纳拉帮演说 说虽然这个 种姓里面你们是贱民 但是大家都是异家 莫德老师 我也是贱民 然后悠基在那边讲 哎呀贱民也不要紧 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事实上 泰米尔纳拉帮的原著 主体民族是 达罗皮土人 达罗皮土人先天的皮肤 就比较黑 大家不是一个人种 和北方的那些 高种姓雅里安人 一个是侵略者 一个是土著 那么本来在肤色上面 你为了保持印度社会稳定 所架构出来一个 遍底层人民 你就是先天比我低级 你就是先天得给我 做低贱的活 你下辈子能得到好报 那这样的一个叙事呢 达罗皮土人 为什么要接受啊 所以说达罗皮土人 在泰米尔纳拉帮 自己这种 叫达罗皮土进步联盟 那这个都叫进步联盟了 大家能觉得 他跟印人党 尿到一胡去吗 肯定你要不过去的 所以我说他之前 想搞一些民族主义 之类的东西 但是跟印贡马 又有点不一样 因为印贡马 是支持世俗主义的 达罗皮土人 也有自己的宗教 那世俗主义 一个核心的要求 就是政教分离 那达罗皮土人 现在没搞清楚 我到底政教 是不是要分离啊 只不过呢 他反对印人党 是因为表面上 邀给莫特朗先生 我是贱民 你们是贱民也不要紧 但是事实上呢 北方的印度的帮 很多人都觉得 所谓的达罗皮土 进步联盟 给他们起了一个灭称 叫做达罗皮土 贱民联盟 进步联盟变成了 贱民联盟 这是很侮辱的 所以说南北印度啊 就是 别管什么语言 什么啊 印度的货币上 官方语言二十几个 写了一大串 那种东西 语言不通 经济文化 什么都不通的 就当做外国来看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什么乱七八糟 是 盲猜北方帮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 看这个卡拉帮的帮长 下面一句话 非常重要 说 啊 一个疫情 什么什么东西啊 让我们的卡拉帮 在发展的道路上 再进一步 什么的发展 welfare 福利的发展 和什么呢 世俗主义 这个推特得到了 CPIM 就是印共码的转推 印共码转推之后 评论一句 非常非常有名的话 他把这个 世俗主义 换成了 communism 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那结合本次 在西蒙加拉帮的选举 也好 太原纳道帮 和卡拉帮的选举也好 推进共产主义 再进一步 那么印共码的转推呢 原汁原味 德语的 un-gespranced get domain indian das-gespranced descommunismus 一个幽灵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印度的上空游荡 从卡拉帮的帮长 提世俗主义 叫着印共码 把这个东西 推向共产主义 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非常明确的提到 随着古代世界走向灭亡 古代的各种宗教 也被基督教战胜 这个其实说的是 我们之前讲安全理论的事 为什么要提到 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 高能大德 什么卢梭 孟德斯丘 福尔泰 什么洛克 他们代表资产阶级 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 斗争出来的结果 主要就是要把 个人的财产安全 算作个人的生命安全的一部分 在这里 马克思就挑战了 整一个启蒙思想运动之后 这么多年搞出来 革命流血牺牲 资产阶级 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安全壁垒 而宗教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 它的瓦解 是随着旧生活条件的瓦解一致的 现在在印度的意识形态斗争当中 依然是非常非常适用 能考虑这个问题 印度所构建出来的 印度教这套种姓体系也好 我们谈到拉加斯坦邦的贵族 这些贵子老爷 也的确把钱留在印度 阶级贱民 没有逃到英国去 但是他们代表的还是一个 旧生活条件下的旧思想体系 他们信仰这个系统 而当我们现在看到 在印度北部相当稳定的 中心系统的南部 已经分崩离析一致 代表了右翼保守势力的 印人党 苦口婆心下去 莫德老仙加尤吉 一个神权代表 一个三权分离 全部分在一身的一个人 月亮之神 过下去想 哎呦这那 结果没有人信 竟不能染指左翼民主联盟 固若金汤的防线的时候 在想到卡拉旺的帮长 所推进世俗主义 回来看共产党学员 马克思讲的这句 代表了什么 旧社会内部 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而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旧思想的瓦解 是步调一致 而且这个步调一致 是相当不可逆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印共马 加上草共国大党 他们这个反人民党阵线 如果能走上一条 正确的道路的话 那么这条道路 无论通常何方 对于印度来说 都是一个未曾设想的道路 因为印度人 对吧 这一些乱举报道制度 已经这么多年 走到哪里 谁也不知道 之前我们做视频的时候 有了这张图 主要发生冲突的是 这次的西蒙加拉帮 上面的民族分类势力 然后曼尼普尔帮什么东西 然后某色走廊下面的 这些硬弓马 神仙 民族水三方大战的 泰米尔纳刀帮 也就是现在的 达罗皮图进入研盟 是赢了 再加上卡拉帮 是硬弓马执政 本次选举之后 我们作为一个对比 这次选举 西蒙加拉帮出来说 莫子老前霍光央民 是不止在当地选举地区 辐射到整个印度 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硬是连国大党 拉乎尔甘地那边 和他的联盟都出来 掐到了饭 事实上挺有意思 大家看这张地图 我画的是有的地方 他这个地图的帮偏白 偏白就说明 他是联盟 不是占一个帮的绝对多数 因为印度的党派 非常的多 有的地方是地区的党派执政 但是他为了获取在 全国的政政影响力 互相之间 或者选择和印度人民党 或者是印度的国大党结盟 那么结盟的呢 我这边就是蓝白 或者是橙白 有意思的是注意Yogi的势力范围 上次那张图呢 标的中央帮 就是最中间的这个地方 还标的是莫子老先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Yogi在本次的这个疫情中间 是大搞神仙主义 下面是什么步道 有什么赐福 把中央帮的很多选民 是忽悠到自己这一边 看来他明显是怀有二心 但是莫子老先拿他也没办法 他本来在庙里出来的时候 手里就有枪 有四人的教团武装呢 他不像是个上下级关系 更像是个大老板 和小老板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大老板示威了 我小老板是不是 哈哈我就能上了 那么这张图里 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注意这边画出来绿色 绿色的这一块 并不是说他们现在 都是完全的一个联盟 他们是非常分散的 有点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赤皮大战 所以本次虽然赢了赤皮大战 但是孙刘两家 作为类比的话 该打还是要打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张图 最下面有一条 长条形的红色的 那个就是卡拉拉帮 右边的泰尔曼那帮 它是达罗皮图进步联盟 达罗皮图进步联盟 想搞民族主义 所以说他这个绿呢 和上面的一些绿呢 不太一样 他们就是地区 每一个人诉求 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像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奥里萨帮 他这个帮长 有点像刘表的那个意思 他爹是印度民族英雄 画在邮票上面 他这个党呢 又是他自己建的 已经三十几年 西蒙加拉帮的帮长 跳出来说 莫迪老仙获国殃民 我们要搞一个 反印人党联盟 他当武林盟主 我本来在自己帮当老大了 我跑进去当个老二 那有什么意思 虽然说 在地区上面画出来是绿色 相当松散 相当松散 甚至没有联盟 为什么联合起来 主要是这次啊 看到莫迪老仙 大举进攻伙同的 邀给神仙主义 所以大家呢 属于临危集结 那现在已经赢了之后呢 那应该是一盘散沙 我们说 印度虽然表面上是 自己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但是基本上就从来没统一过 一直到现在都没统一过 而蓝色的呢 虽然拉乌尔干地啊 上面看起来 这个颜色是比较多的 占的地区是比较广的 但是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 我用紫色标出来的这个地区 是吧 影响的地区 特别是在邦和邦交界之间 特别是这些邦互相之间啊 这个执政党还是不一样的 在这些冲突频发的交界地区 山的那边 那股力量就广泛的存在 我画出来这些地方 全是在这些冲突帮的交界位 偏偏西蒙加拉帮 还是被本股力量包围起来了 还打了个大胜仗 所以说这股力量 在本次选举中间 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包括这次西蒙加拉帮啊 刚选完就打起来了 这个讲出来也是匪夷所思 因为莫长先选完之后 他是表现出绅士风度啊 跟骂他的这个西蒙加拉帮帮长 祝贺他获得了胜意 但是非常搞笑的是 祝贺他获得了胜意 他不是帮长吗 他同时也得是议员 他虽然领导反艺人党 这个联盟获胜 但是他自己的议员席我也没选上 把他给选下去的呢 是他的徒弟 一手带出来的 那本来是他的 要当接班人的 结果被艺人党挖了墙角 在去年的12月 临阵叛党跑到了艺人党去 结果现在还把他打败了 你想想他有多气啊 那莫长先这个时候 哎呀恭喜你 没想到昨天刚恭喜 凌晨发生了大规模泄斗和纵火 两边啊 在艺人党的支持者 和草根国大党的支持者 打打杀杀 失衡遍野 就现在统计一下 七十几人的伤亡 而且这上面呢 西蒙加拉帮人民党的官员就说 他在现场 现在这个周景啊 和这个草根国大党的行政人员 都熟视无睹 对暴力熟视无睹 这句话基本上 这意思就在指责他们 你就是纵容暴力 不断纵容暴力 底下还说 鼓励这些草根国大党的支持者 跑到艺人党支持者 开着这些店铺去 林源购 另外还有更离谱的 当然这个小报 印度快报说的 说艺人党这个轻伤的患者 运到医院去 结果不治身亡 认为可能是这个医生啊 医生是草根国大党的支持者 结果就本来能治活的 给他治死了 这个问题呢 他就凸显出两党之间的 这个政治极化的矛盾 就在高冲突暴力的这个级别 愈演愈烈 这些作为一个 类似政治光谱的 暴力程度的对比 草根国大党之前谈过 这个党的选举在当地 是多半了伴随了暴力的 上次选举的时候 名声不是很好听 就在那个选举的 不是一个地点 门口 就要人拿了一个棒子 然后就 有点那个意思 那不是说 真打呢 也打了 但是好像不是每个地方都打 印人党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 他们就不打 印人党的人少 他就派人到那边去打人 你要是不投 我就打你 类似这种东西 本次造成大大社商的伤亡 如此猛烈了 和内股力量相比 还是往后少少 因为印共马 是基本主张和平义政的 草根国大党是属于夹枪带棒 那内股力量 是选择武装斗争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说现在放火 什么东西 都能纵容的话 是否草根国大党 在容许暴力上 可能会给莫德老仙政府 在印度的东北部 带来更多的变数呢 要知道印度的地图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张图 印度的地图 东北角这块 都是民族独立势力 曼尼普尔邦什么东西 加上这次新冠疫情 缅甸孟加拉 之前还没讲完 印度过去这么多变异新冠 那本来就在那边 联合国务难民署 铺的全都是什么 塑料棚子满山边 那全是罗辛亚的难民 那那些难民 如果从孟加拉上 本来我也没地方去 下面是孟加拉海 你让我怎么样 我到底直接涌入 你这个印度东北 要搞民族独立势力的地方去 莫德老仙 在中间再给你夹一下 看这个地图 中间这块 只有几十公里的连接 大家想想这个地方 绝对兵家必争之地 还不在你莫德老仙手里 可想而知 可能那个印东北的局势 莫德老仙也是把持不住 那问题就大了 另外有意思的是 左翼民主阵线 这次在卡拉帮选举中 卡拉帮这次选举 是140个人里面 99个人都是左翼民主阵线 得票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别的帮 是印人党只选上了三个人 这次选上了80个 也体现出民众 对这个TMC 这个草根国家党 纵容暴力这点 应当是比较反感的 但是相比之下 更讨厌印人党就是了 那之前呢 印度人认为这个叫 西蒙加拉铜墙铁壁 印人党绝不能染指分毫 现在看起来呢 也并不是染鹰不吃 但是现在非常明显 卡拉帮和印度的南部 他所营造的这个 还去帮助别人 送氧气 印当已经是印度左翼的 铜墙铁壁了 不管你是国大帮 我这不动如山 而且重新看下这张地图 卡拉帮上面 有一个非常小的红色 这块小的地方呢 叫国阿帮 也是一个帮 这个帮非常小 本来它是支持印度人民党 他现在的帮长也是人民党 但由于这个帮防疫一塌糊涂 而且国大党呢 没有能够良好的制造 国大党在上面 拉霍尔干地那个 它是马拉斯拉帮 它是全印度疫情 最厉害的地方 自顾不暇 所以导致国阿帮 被马拉斯拉帮 涌进来大批的人群 正当被感染的 陷入了绝望 在这个时候 是印共马 卡拉拉帮的氧气 救了大批的民众 所以在推特上面 大批的民众 本次还是表示说 下次就把 他的印度人民党 的帮长选下去 选印共马的人上 推特上面的民众评论 叫做 救命氧气 吞下口 共产主义 田在心 边顺口溜 这个东西 真的是国际通行 那么有意思的人 最后提一嘴 他这个左翼民主阵线 本次在卡拉拉帮 女性的比例又增加了 2016年是8个 现在已经是10位女性了 这个在印度的政坛 是比较少见的 这一点也体现出 印度的进步女性 在追求思想自由 宗教自由 和经济自由方面 对印度的旧社会 这套社会体系 一个勇敢的挑战 当然要推翻印度传统 这套 以男为尊 然后这是什么 种姓 这套社会体系 觉得他们要走的路 还非常的长 但是这的确是 一个不错的开始 也认为 这套社会体系 也认为 这套社会体系 也认为 这套社会体系